我们再谈论汇控 因为联储局昨晚加息 金管局公布了 基本利率都会上调到1.25厘的水平 即时生效的 对汇控的影响 持续加息就已经是一个预期 大家知道了 8月底前继续有1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另外一件事大家关注着 股东大会前 外面有些报道说到 有股东就要求汇控分拆亚洲区的业务 分拆出来释放那个价值 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到 大股东平保就会跟汇控 月中会会面的 讨论各种可能提升股东回报的方案 这次都是在分拆上 大家的焦点 好 汇控 燕水平可不可以继续看好呢 我觉得暂时可以的 为什么呢 暂时 可圈可点 为什么要暂时呢 对 正如刚才我用了一个问法 就是问大家对于如果自己有投资的楼 会不会沽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出自于放金融板块也对的 因为其实呢 我们就不应该只是看加息 是不是会对金融股有帮助 当然你说联储局加息 短期里面你看到昨晚的金融股也弹不少的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就不只是说加息这个因素 昨天 鲍威尔有说一个位置就是说 我们不觉得那个衰退风险很高 这个才是 如果你说对于金融股有一个很大的提振 是这一样东西的 那当然了 其实我们自己都说过 其实如果正常来看 其实现在市场价格在价格上 就算去到二三年底 是 其实说就是说 都是大概四乘四 是会美股 即美国会走入经济衰退 是 其实是进了一个盛利的 是 这个就是重点了 因为如果你买金融板块 但是你的经济是不好 其实你反而不断加息 对它是可能有拖累的 是 但是如果你是吃正经济又不差 经济是可以慢慢向好 而你又加息 那一刻才是对金融股是好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 自己问一下自己觉得 有没有那么悲心 因为其实暂时听得出 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 市场是过分悲观的 而实体的经济不应该那么差的 所以我会说 在这一刻 除非突然将来会有个什么 因为真的 原来疫情还得更久了之后 那否则我们觉得 汇控是有得 有得 就是去想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 站上去大概 五十三四元 其实你就走完一个 香港三国营 嗯 那还有 既然我不是那么悲观 那我觉得事实上 你吃完经济之后 可以向好友帮助了 OK 你吃完